好 各位夥伴大家午安 那我是议程组的那个Mavins 这个场次是综合议程的第二个教室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欢迎到KKBOX的资深工程师Bonnie 来帮大家介绍这个Type Screen Migration这个主题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他 好 谢谢大家的掌声 那我今天我是邦尼 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Type Screen Migration 那我就不废话 我就直接进来我今天的agenda 那我的agenda主要就会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各式各样的introduction 自我介绍 然后我们预计迁移的专案的介绍 然后Type Screen的大概的 Type Screen这个语言的大概的简单的介绍 那第二个部分是Legacy JavaScript的痛点 然后主要就是我会讲一下说分享一下四个点 究竟在企业环境里面有哪一些 Legacy JavaScript专案上会遇上什么样的问题 会导致想让我们想要迁移到Type Screen 那这个我会在这边分以四点来去说明说 这些痛点 那第三个呢是 就是Type Screen迁移过程中的实际经验分享 那这边我也是一样列了四点说 我们在迁移过程中 实际上遇上了哪些经验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 我会分享四点 那再来第四点就是 额外的新的分享和一些问语语答时间的 那我就直接开始了 那第一个是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是邦尼章 那我在服务的公司是KKBus 那我的资历就是 前端我大概写了三年 那我长期已经参加了CostCop和Ccom蛮久了 可是都只有当听众 我今年也是第一次当讲师的 那我之前也有去Ccom的 Out of Call当过一次讲师 也只有那么一次 那一次是为了免费的花莲火车票 然后就去了 那下面是我的Twitter 诶 现在好像换成X了 对然后再来是 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Tidescreen 那Tidescreen呢 其实是由Anders Hesberger 下去领头于2012年开发的 那这个开发者其实他很强 那Turbo Pascal 档内和Csharp 其实都是他下去主导开发的 所以他来开发Tidescreen 也是很多人为什么说 Tidescreen写起来很像Csharp的原因 那再来Tidescreen呢 他其实是JavaScript的一种超级 这意味着他包含了JavaScript所有的功能 并且还加了一些额外的功能 像是Tidescreen其实会额外加的 像是Decorator 修饰纸的功能 或者是Inon Inon列举行别 这个也是他额外加进去的功能 那Tidescreen最主要的目标 最主要的目标或者最主要的特性 就是他的类型系统 就是他的类型系统 你有了类型系统之后 你就可以帮你明确检查出来说 OK我的 我在资料处理上面 有没有漏了某一些资料栏 为我忘记处理的 或者是我有没有一些Type Error 他会进行Type Checking 帮你检查行别 进而帮你找出这些错误 让你的 提高你的程式码品质和可维护性 接着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Web Player 那我负责的 我在我在的单位呢 部门其实主要就是负责这个Web Player 那他是一个基于网页技术所生成的跨平台 Music Player 那我们跨的平台呢 主要是在Desktop上面的 我们第一个跨的会有Web Web的话我们就处理Multi-Browser的问题 我们会有很多个浏览器需要处理 那第二个的话是Desktop 我们会用Eletron.js去把它包起来 接着我们会把它变成单一执行党 那使用者就可以去把它安装在他的Windows上面 或MacOS上面 那他们就可以直接去执行了 那我们只会用的TestDeck呢 主要是Vue.js3 然后Vue.x 那我们的Test Framework呢 主要用了JS PlayRide 那我们有一些Server-Side的任务呢 我们会用Express作为他们的 作为Server-Side Framework 那语言的话就是 一定就是JavaScript跟TypeScript 那我们的 那专案的Scale呢大概就是 11.1.4 然后大概有4年的历史了 那 现在主要的基级开发者主要有3名 那这是我们的Web player 就是或者说我现在 预计讲说我TypeScript Migration的 专案的 一些基本介绍 那接着我要分享的是 Legacy JavaScript的专案上面的痛点 那我就来分析一下 分享一下说 我们就是已经遇上了哪些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开发者的第一集错误 Type 人家说我们的谎言里面要混进一些真实 那我就来看大家看看 让火眼睛睛的各位来看看 到底有哪一个字拼错了呢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喔 我知道可能有点小 我们帮大家翻大一点 诶 是的 没错 那个谢谢Bobbiz 帮我们 帮我讲了 没错 这个 trial这个字呢 就被我们不小心拼错了 他真的是有点太像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TypeScript里面的话 TypeScript它就会帮你直接检查出来了 对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 在JavaScript专案里面 你没有行别检查的话 你其实很容易很不好去直接检查出来说 你的字可能究竟有哪一些拼错了 那再下一点的话是 Nord Safety 空直安全 那这边的话 就是我简单用一下这个 这个call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User会有一个 有一个阵列嘛 那我们会想办法去 去尝试的去找出这个User 可是我们找呢 我们找这个动作 你有可能找不到啊 也就是说 这个loginUser 它是有可能是空直的 它是有可能根本 不会回回一个object的 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 你在Legacy的JavaScript corebase里面 其实可以看 常常看到说 哦 呃 它就直接去进行了 loginUser.Edge的动作 它直接去存取它的属性 可是问题是 诶 这个loginUser有可能是空直啊 如果你是开发球速度的话 你有可能其实就会忘记去处理这些 空直 空直问题了 空直问题 忘记去处理说 啊 loginUser如果围空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那 TypeSquid其实是会帮你提提醒你说 啊 loginUser有可能是找不到的状况 那你应该去针对它去做一些处理的 那这是空直安全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在空直安全上面 可能看到的话 其实 在我们的Aero Tracking System里面 其实很容易看到下列的错误 其实 它就是很常会看到说 哦 会有各式各样的Type Error 它就会跟你说 诶 你怎么试着在Nor里面读它的Property 或者试着在Undefined里面读它的Property 其实这些都是 你可能试图在 针对一个空直来去 做一些存取的动作 那这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TypeSquid的话 那 它就不会去喷这些空直错误出来了 那它常出现的表征 可能是会有一些白画面啊 或者是 诶 你点了某个按钮就不会动 诶 可能可能 很大一部分 都是因为你忘记处理Nor的状况了 那 下一个问题的话 这是我作为新人时 最 遇到最痛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 我们在我们的一个module里面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MASER 然后它就只跟我说 我的参数要传一个PAREDICS OPTIONS 要传一个TRACK IDS 要传一个Options 诶 我都猜得到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object 有可能是一个阵列 可是它里面实际上 要放哪一些属性 有哪一些栏位 我完全不知道 接手的人一定会知道 这些参数应该要怎么填吧 诶 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唯一能做的方法是什么 我只能真的去爬它里面一行一行code 去追出它说 里面到底要穿什么属性 这真的是太痛苦了 那 如果你今天有Test Grid的话 呃 抱歉 图有点小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诶 这边的话它就描述了 PAREDICS OPTIONS 到底有哪一些栏位 它有Key 有NeedCreated Created 然后或者是这边的 Attract ToPAREDICS OPTIONS 那到底有哪一些 OPTIONS 这边也帮你列得清清楚楚的 那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说 噢 我今天我这个传参 我到底要传什么样的参数进来 这个是Test Grid最好的好处 那接着它有另外一个额外好处是 Test Grid其实会帮忙把你的JS Dock 像我这边有包JS Dock 它其实是会帮你变成Hover Hint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带到 你相关的参数上面的时候 它会把你的JS Dock的comment直接带过去 这个是对于如果你有很多很多 大型的复杂功能的话 其实是很有用处的 你就比较不容易在Codebase里面理思了 那下一个问题的话是 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是 蓝以轻松的重构 我今天举的例子是 呃重新命名的例子 重新命名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 重构的方式 就是改善你你的Codebase的品质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在JS里面的话 呃 你其实你如果你要单纯的去 重新命名一个变数的话 你其实并没有很难去处理 这种Multi Scope的状况 就是你今天你看我们的每一个scope 都有一个Name的变数 可是如果你在JS装按的话 你可能直接Ctrl F的话 你会一次改到这些 根本不是你想要改的目标对象的变数名称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在 TiSquid的话 TiSquid你只要对着这个变数 他直接对着他按F2 你就可以只有改到 那个scope里面的变数名称 而不会去动到外面的Name 外面的Name都不会去动到 那这个时候 我改起来就放心多了 我不用担心说 我改个名称之后 我的JSquid其他Codebase 会产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塞以费 这个是我觉得TiSquid真的是很方便 很有帮助的一个地方 其实都是一些蛮基本的功能 可是 这个真的是让我真的是安心蛮多 而且这也仅仅只是 TiSquid提供的其中一种重购功能而已 其实还有其他的像是 Extract to Math or Function Extract to Constant 把它萃取成那个常数的重购方法 那我再帮大家Recap一下 我们Legacy JavaScript 专案上面主要有四个痛点 主要第一个是错误的拼音质 接着是Nord Safety 然后传入的参数文件 我根本不知道我要传什么 以及难以轻松的重购 难以轻松重购 我举了以ReName来作为一个例子 那接着我想要来进行分享的是 TiSquid迁移过程中的实际经验分享 那第一点的话是 大家可以考虑使用TypeScript ESLIN 来帮助维持程式码品质 那我这边想要分享一个 我觉得很特别的录我 而且是有了Type之后 他才特别有用的 像是我们可以利用 Leging Convention 的录我 来去约束说 哦我今天Type 为Booling 的时候 我的这个变数名称 一定要用Ext开头 那他就可以 这个TypeScript ESLIN 就会帮我们检查说 哦我今天有一个Constal flag变数 诶他怎么prefix没有Ext呢 也没有should 或是has 诶其实这个就可以大概 改善我们的程式码 越可读性的 然后或者是像这个 Kalax private method name 必须要含有 underscore的 prefix的状况 其实他也是都可以 帮我们检查出来的 这个Naming Convention 其实是一个 蛮不错的Rule 推荐给大家 那另外一点的话 这个下一点的话呢 是 我们在迁移过程中 我必须 必须得要说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系之间 就把我们全部的Codebase 全部给迁移完成 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方法 来去切分说 哦哪一个软体元件 应该优先被迁移 哪一个软体元件 应该放在最后面去迁移 那我就应该怎么去 切分这些 优先顺序的目标呢 我会推荐的就是 大家可以从 高型别掌握度的元件 开始进行Migrate 那你可以从架构上 从高型别掌握度 之处的元件 开始进行切移 像是Label 1的话 你可能是从一些 UTO Function 或者是Web API Rapper 因为像这些Web API的话 其实它有很大一部分 这些Web API TypeScript 都已经帮你做好 行别标注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它位置行别部分 其实是非常少的 就像橘色那一块 它是短短的一小块 那你其实是很容易 就把行别给加注回去的 那Label 2的话 可能是一些API Service 或者DB Store 或UI Component 它可能有一些 蛮多未知行别 但以知行别也蛮多的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 让你去进行改善 那Label 3 可能就是你的 Use Case 或者是一些 Business Logic 或者是一些 Store Entity 你那些要做 一些Type的加注 其实是蛮困难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 是有顺序性的 来去做迁移的话 像你先把Label 1 补完的话 因为它们会因为相一性的关系 你就会发现Label 2 它其实它的橘色 是会慢慢开始减少的 它的橘色会减少之后 那你这样要把行别 给加注回去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迁移起来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 那接着我来细细讲一下说 我们究竟要该怎么去判断说 我们的一个元件 是不是一个好迁移的目标对象呢? 那我会用的方法就是 我会逐行分析 然后我会大概用 两个颜色的贴纸 下去把它贴 那我就是一行一行的去把它分析 那像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把颜色贴上去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从上面的参数 参数其实 Account或Password 其实就很好拆它的行别 所以我会认为说 这行别其实是蛮容易拆到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欸 它们基本上就是String 然后Payroll的话 因为它是直接传参下来 所以你也可以很容易 拆得到它的行别 所以我也贴一张白色的帖子 那接着我用Asios 下去CodeWeb API 欸 这其实大部分的行别 也是我已知的 那我剩下唯一在 这个Component里面 在这个软体元件里面呢 我唯一未知的是什么 这个API 会回传给我的行别 究竟是什么 API 究竟会回传哪些东西给我 欸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还有另外的其他方数 是什么 是后端的API文件 所以其实这个元件 就是一个良好的 简单的下手目标 这就是大家在迁移的时候 可以优先下手的目标 这个元件就是 欸 比较好迁移的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些困难的例子 呃 这边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复杂的use case 那这个是 尝试的去做一个login的动作 那我们如果把它做贴贴纸的话 欸 你就会发现说 欸其实你可能就会发现说 欸 你未知的部分有太多太多了 其实就 不会是你良好下手的目标 那大家如果你在决定说 因为 因为你可能 大家的软体架构可能不太一样 你们可能都有分一些 什么其他的层 或者是API层啊 或者是 users store层啊 entities 处理的之类的 或是 use case相关的层之类的 所以我不会直接说 直接从架构上面说 你应该 先迁移API层什么之类的 而是说 提供大家一个方法来去识别说 你应该去怎么决定哪一些layer 是你要优先迁移的 那 下一个我要提供的是 行别也需要溯源检查 为何需要在runtime 验证API的回应行别呢 因为我们必须要确保回应的数值 只是你所情代的行别 回到我们刚刚的就是 我们的取API的那个 软体元件上面 他虽然只是帮我们打API code 可是我们在假设 他response回来的行别的时候 我们也只是假设而已 我们并没有进行 真实的runtime的验证 你只是让type screen 帮你假设说 他回回来的response 行别一定是这样 可是 在真实案例上面 一定是这样吗 有没有可能出现说 今天backend想说 我今天要临时PM说 你帮我进db里面 把user的phone给拿掉 他就直接开着phmyadmin 然后就直接进去把你的phone给拿掉 然后接着他回回来的API 就真的少了phone的栏位 那你 因为他回回来的回应 已经少了一phone的栏位 那接着你要显示这个资料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发生 跟你一开始假设的type 是有缺失的状况 是不符合的 所以你就必须要使用一些tool 来去验证你rong time的行别 那当你确保了来源行别的正确性 你才有办法确保你的系统内的行别推论 是足够可靠的 那 这边的话我可以推荐大家两个rong time meditation tool 第一个是dod.js 他是一个高度成熟的meditation tool 然后他和type screen的相容性是最好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type bus type bus 它有一个好处是 他会 你在生成type screen type的时候 他也会帮你生成json schema 如果你们的后端的 如果你们后端的API文件是用json schema写的 那你们可以考虑去使用这套 来去做一些schema的验证 那在做这个schema验证的时候 其实要考虑一个情境 这是我们的切身之痛 大家可以试着想想 在一个拥有稳定使用者群体的线站串流软体 然后我直接进行API验证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诶 我们的occurrences 也就是我们的error event 会来淹没我们家的error tracking tool 而且他都是告诉我同一个insight 诶 你们的后端缺了一个栏位 例如像刚才user 他可能就直接 就每一个error event都在跟我说 你们的后端缺了form这个栏位 而且每个event都在跟我说一样的是 而且每个event又都在call一笔钱 因为这些error tracking tool 其实很多都是by event下去计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逃生计划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善用long time的feature toggle 来帮助meditation持续的灌入 我们的error tracking system里面 那像Firebase的 其实有提供一个叫做remote config的功能 它是可以拿来作为 各位的feature toggle的 那我们就可以动态的切换 是否要验证 API response schema 像是我们例如 我们观察说error tracking system 里面有开始有跟我们说了 诶 我们的你们你们家的 backend开始缺某一些栏位了 那我现在知道这个insight 那我就可以把我的检查机制给关掉 这样我的error tracking system 就不会持续多收我不需要的钱了 不会产生额外不需要的成本了 那接着我就来recap一下我分享的四个点 那第一个呢就是 大家可以利用tie screen eslink来维持程式码的品质 那我举的例子呢是naming convention 那第二个呢是大家 我来提供大家一个方法来去 去决定说我到底要决定 如何决定说我tie screen 迁移的顺序呢 就是从高行别掌握度的原件 开始进行miguit 那我提供了大家一个像是贴纸一样的方法 可以去识别出那些好迁移的原件 那下一个呢是行别也需要溯源检查 那行别需要溯源检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 你run type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可预知的错误 例如backend可能会忘记传一些纸给你 那我们需要针对这些input output的部分做一些检查 那做了input output的检查之后 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mau很高的时候 你有没有可能产生一些额外成本 这边我提供了一个 大家可以去善用feature toggle 来降低我们产生错误的时候的meditation error的错误成本 好接着就是来到最后面了 就是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买规券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那像是在Legacy的JavaScript中进行TypeScript的迁移 其实是蛮辛苦的 而且还要在不影响服务品质下面进行 所以其实就会需要稳定且小步快跑的节奏来去进行 那这个稳定且小步快跑的节奏 其实就是我们要制定良好的阶段迁移计划 这样主管才不会说 Nono不行你不能进行这个企划 因为看起来太危险了 那我提供的方法就是刚才我们可以试图去 直接找出哪一些元件可以去进行良好的迁移 那接着是TypeScript的采用与否有各种情境下面的考量 像是如果你今天你的开发是只有你单人开发的话 其实我就会觉得甚至你的开发专业规模是在1万行扣以下 扣的规模是在1万行以下的话 其实我就不建议你说你直接采用TypeScript 因为这个时候你用继续维持JavaScript的动态型别的特性 其实你搞不好更好维护 而且你的心智负担其实也更好去负担 因为你1万行扣里面其实并没有说到那么难记 可是如果是在企业专案里面有多人协作 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没办法通灵对方可能他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这个时候有TypeScript来去帮你提供他的Data Model 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式去Sync大家的想法 就不会不知道说像刚才 不知道说我那个Function到底该传什么样的参数进去 对 那我们利用了这些TypeScript之后 我们就可以采用了高效的方式来去维持住我们的品质下限 像刚才的品质下限 第一个不想犯的错误 Typo Typo其实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你找出身为一个工程师 最后发现我这个bug竟然是Typo引起的 其实就会觉得有一点悔恨 觉得我不应该发生这种错误 可是如果我们用了TypeScript 其实有机会进行到完全避免这样 避免掉这样的状况 那再来是另外下一题的话是 一定会有很多人问说 你刚才讲的那些功能好像有一些其实就是IDE的feature 你怎么可以把它算成TypeScript的language feature呢 但我会说其实随着实在变化 这些IDE相关的功能 因为他们功能都实在是一模一样 像是大家都要做LAM 大家都要做一些inline的功能 这些功能 所以后来微软观察到这个现象之后 他就提出了Language Server Protocol 这个LSP的实作模式 其实这些功能的实作很大 一部分都直接回到语言开发者的手上了 所以我会说这其实我会 比较算是把它归类在是Language Feature上面 Yup 那接着就是Q&A的时间了 那在Q&A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说 我有提供的QR Code 大家可以扫一下看你要看一下 我们的简报 那简报里面后面我也有多付了 然后就是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想问的 然后我也有在简报里面有附一个连结 就是有附一下我说我曾经收集过的一些学习资源 然后或者是一些其他各大厂商 他们的TypeScreen Migration的一些分享的文章 他们的心得又是怎样 因为我在做这篇的时候 其实有稍微去比较过一下 然后讲了一些 后来选择一些比较跟他们不一样的观点来去分享 那大家可以去找找看 那看一下大家有没有问题 或是其实也可以会后 最后再来问我问题也是OK的 那接着再来帮我们公司 有夥伴他有问题要不要先回答他 好 就是你们有提到你们有用TiSquid 他那个ViewX 就是那个View的那个Stone的那个套件 那我记得那个套件 就是在写Type的时候还蛮 就是要多写很多 那个TiSquid的Type的Code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对这一段有什么想法 有 这其实我们最后有在规划说 我们应该把它 会把它转换为 转换为 转换为 转换为Pnea下去 下去使用的 是 是 但是我也有用TiSquid 但是我没有用TiS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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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绕过了那一段 我就觉得 就是搭配TiSquid 就是搭配TiSquid 那一段扣程看太多了 是是是 那你们要改用Pnea 对我们会最后 其实会有计划说 要把它VueX全部换成Pnea的 你们用TiSquid 是用在什么样的场景 是拿到网络的资料吗 对网络资料 我们很多都拿回来的网络资料 其实是会存在VueX里面的 好 那因为VueX也有类似 react hook的概念 你们要不要讨论 就是考虑使用像 那个 hook的概念 那种 像react query 原本叫 TankState query 那他们也会 类似像 VueX那种 reactive的做法 那又不用写 那么多 的code 嗯 我们也有曾经想过这样的 这样的想法 但我们后来其实我们会把我们的Player 后面运作的逻辑 想要去独立开发成一个 独立的Player的module 让它独立于UI的运算之外 但我们就可以未来说 我今天可能Vue 写Vue的人比较多 我们就用Vue来去做UI 那可能未来react的人 或者是甚至未来可能 那个 serverlet有起来了 那我就去用这些其他的 UI的框架来去写UI 对 我们的 比较多的规划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其实 完全的资料 资料板定或者Store层 其实并没有说 完全板定在VueX上面 好 谢谢 还有 我们想要问说 其实好像看Headscreen 那一个重点是 你可能会用一些 生态线套件 那你就必须说 你来去看生态线套件 然后 那些 一些Headscreen 你觉得 有没有遇到Face的事情 有 有 有像是我们 其实 我们在用的话 我们的player部分 我们底层player 有一个 用有player 叫做Sharker player 这是Google提供的一些串流player 那它提供了Type screen Type的annotation 或者它Type的定义 其实就没有提供的很好 那就会变成说 我们要自己想办法做一些workaround 来去绕开这个限制 那其实到最后 我们其实是真的是 换了另外一套player下去 处理这件事 对 所以变成说 这套件是很重要的 它Type screen是 对 对 对 嗨 嗨 刚刚有提到就是 在买規当中 一定会有Type screen 跟叫做Screen 对 那这时候 你ESLIM就是 2月的套品 对 只是 所以你要写一个 认为 Type screen 呃 没有 它会把全部的call 都当Type screen的call下去 因为Type screen本来 你今天你把它转成TS档之后 even 你 都没有加什么新别注记 它只会把它全部都当做any 来下去 处理 所以 ESLIM的Type screen 规则也是可以在上面跑的 对 嗨嗨 嗨 想问它是 假设我现在有一个 痊愈的 坛 可能上就是找我们在某些地方 去表演一下 但如果 假如我现在 假如我存在一个 就是用module下面 它只需要 inlaying port 地区 但有些人 可能会想说 我就直接用一个 宣告档 然后让这个 User 在确定的地方 但 便看社团 或者是一个 太好的做法 这样 因为好像是 这个宣告档 那就是要搭配 HS 然后再去宣告 就是如果你在开除 可能尽量不要用这个宣告 那不知道你对这个议题 或是你能怎么去处理这种 痊愈的这种 情别的宣告 这样 我们痊愈的 情别宣告 如果你 因为我会认为说 你真的在说 情别的话 其实就会变成说 你是来 又换一个角度来看好了 是你的data model的问题 因为像是如果 user 好了 user这个东西 我真的很常用 而且我们整个 API backend回来 user 就例如都是固定 一定会有email 会有user name 会有这些栏位 那其实我觉得 你把它放在一个global 来去方便你使用 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对 因为你最终 你还是要看说 你这个是不是 这个type 它到底 或者说你的这个 资料型 资料的资料model 是不是真的 在你的很多code 都会用到 因为你如果 它真的不是每个人 都会用到的话 你把它全集提的太高 最后你就是一团乱 那这个threshold 到底要怎么抓呢 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观点了 那就 看看大家 还有没有 什么额外的想法 或者说 也可以其实会 嗨嗨嗨 就是你那有说 做pichotago 那时候 Airmation 那时候 可以比较动态的 去关闭一些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用那个cube的方式 把它一起送去后方 就是 因为它是摆一面的方式 可是你是可以recall 说它哪部分的错误 是一样 把它做合并就好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它的存在 就不用说 因為像你要翻臉它也需要时间 比如说今天人文发现 或是有猴子 就是说我过度要虚强 它已经过度了 可是已经把它们去做合并 它再送成合并的一个event 再一起送去 那个 一个server就好了 对 可是你要去想 我今天做成一个queue的成本 要写的call比较多 还是我真的做一个feature toggle 来去做动态开关的 所以说queue是算是前端的 因为这是前端出发event的嘛 比如说今天这个event 做的就是 因为你们是做web player 或是做local的player 所以它是一个长时间 会运行的一个sation 但是它可以在某个定期的时间 或是说可能一个小时 在发动一次项目的event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是一个方式 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方式啦 对 但是有时候会变成说 如果像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就有遇到的是说 我们呼叫歌曲 我们要播一首歌 我们都会 一定会去打一支特定的API 可是像那个格式错了的话 那就会变成说 使用者每播每一首歌 其实都会回一个错误的event 回来给我 那 那这个可能 even我用queue 来去做一个合并之后 可能还是量还是有点多 所以才会想要说 我直接做一个featio toggle 直接全部一起关掉 对 对 对啊 这个 比较適合的部分的话 那时候 就比较適合的流程是 直接顾一顿 在每个产品到每个位上去 还是开了很多本质 然后 就全部都好了之后 再改进去这样 那如果就是开发环境的话 它不就 可以避免说 使用这个很大吗 然后 就会直接把我们的认证是 没拆到这样子 嗯 我们那个时候 其实后来 因为 我们一开始有想过 渐进式的一个一个切 可是 我们后来发现 这样的话我们的 震痛期实在太长了 我还不如一次把我的schema的验证 全部上上去 那我一次就或者说 我到底有哪一些schema 真的是写错了 或者是我要去跟后端喬说 你是有栏位少送了 我可以一次全部喬完 这样的震痛期反而更短一点 所以我会 所以我会 就是你们那边就是说 开发的 开发用的环境 然后这样也不会说 是使用的那些 真的 然后全部 全部到里面的社会上去 嗯 嗯 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挥坏的API里面 很多时候都是option的 都是我们使用者要做出 特定的行为之后 有一些特定的use case 那个栏位才会真的有值 哦 对 所以会变成说 嗯 也许直接投入真实环境 因为这些没有办法 对对对 真实环境下面才会 比较容易去测 帮我们快速的coverage 这些全部的东西 对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个产制夾的 我们这边停止 那我们就掌声 谢谢帮你